如图所示的电路 电源电压U保持不变 R0为定制电阻 RX为可变电阻 要是RX功率达到最大 RX接入电路的组值应该为多少 用公式展开吧少年 电功率P等于UI 假设RX两端电压为UX 电路电流为I 那RX的电功率P就等于它两端的电压 乘以电路电流 而电流I可以利用R0来表示 R0两端电压为U减去UX 所以电流I就等于这个式子 来代入一下 利用乘法分配率就等于这个式子 在这个式子当中 R0为定制U为定制 所以这是一个关于UX的一元二次函数 利用配方就可以算出它的最值 运用你丰富的数学知识 可以知道当UX等于二分之U时 该式子有最大值 UX等于二分之U R0两端电压也为二分之U 根据串联分压特点RX就等于20 也就是当可变电阻组织等于定制电阻时 可变电阻电功率达到最大 好了 有了这个结论来看这题 电源电压保持不变 有个定制电阻为20欧姆 与滑动变阻器串联 组织范围为0到50欧姆 当滑片又一时 滑动变阻器的功率如何变化 根据之前的结论 可变电阻组织等于定制电阻时 可变电阻功率达到最大 所以当滑动变阻器达到20欧姆时 电功率最大 而滑片在最左端 接入电路组织为0 功率为0 因此滑片在右移的过程中 功率先变大 后变小 完美 总结一下电功率动态变化 这作死问题 定制电阻与可变电阻串联联时 当可变电阻组织等于定制电阻时 可变电阻此时 电功率最大 你记住了吗 呵呵